那这样子好不好 用力 这样子有没有 挖起来有没有 来 掌声鼓励 来 传说在竹林里 听着讲师解说绿竹笋生态 这是台北市文山区公所和景美区农会合作举办的 新著名一日农夫财孙体验活动 大小朋友流着汗 透过寻找竹子亲自进行农事体验 寻找文山区夏天的宝藏绿竹笋 留下难忘回忆 因为刚好区公所有举办柴笋的活动 然后我们很少参加这样子的体验 所以很开心来参加 挖笋好辛苦 农夫很辛苦 对对对 农夫真的很辛苦 一大早就要出门 刚刚老师有教我们 对 他可能柴笋的角度 还有就是要看那个笋 它出土的方式 然后我们就学到挖竹笋的很多经验 可以增加夫妻感情 然后我先生他第一次参加这样采水活动 所以谢谢区公所跟我们这样非常好的体验 从越南来的 我是住在文山区南 今天很开心来参加那个挖竹笋的活动 这次是我第一次挖 是 很开心 然后我们今天来采竹笋 觉得很新鲜 对 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子的经验 那也觉得笋笋很辛苦 对 平常吃竹笋觉得 好吃可是不知道这个采笋的经历这么辛苦 没参加过啊 田园的生活都不太懂 所以就来采竹笋 听说也蛮有用的 然后也知道平常我们吃的笋笋是怎么用 怎么挖出来 怎么采收 以后我们吃的时候会更开始 要看到裂缝啊 这个我都不知道 还有就是说药力气也蛮大的 角度也要对 然后发掘的时候 也蛮难的 所以我都是要靠 靠居家帮我们 然后怎么去做 怎么挖出来 牵我们吧 再来慢慢好好看 活动增进新住民朋友 深入了解绿竹笋的栽种与培育 感受农作采收的喜悦 再从农田到餐桌 享用绿竹笋风味餐 加深对土地文化情感的连结 很高兴 能够来办这个活动 那其实以我们农会来讲 办这个体验活动 今年已经是第七年 第七年办了这个 柴榫的体验活动 那我们在这个场地这七年来 那我们都是采取有机的方式 来那个栽培管理 那基本上在这个场地里面 那我们是不用化学核料 然后不适用萌料 那一切都是自然农法 跟有机农法的方式在进行 那其实今天各位应该讲很幸运 因为之前我们农会在办体验活动的时候 那个曲工手这边罗克长 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然后他认为说 我们办这个活动 那对他来讲 他认为说很有意义 那所以说就跟我们商量 是不是另外 可以提供一个提示 然后让各位朋友来这边 做一个体验的活动 要不然其实我们 融会这个活动 我们在企业区 我们已经办理完毕了 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 那总共办了十二个第一次 那这一厅 纯粹就是另外再挪出时间来 要办这个活动 跟各位介绍一下 立竹笋的一个生态 那这个立竹笋首先 他一定要有最少要两代同堂 他逐渐他才会少 那有的是三代同堂 像这个来讲是三代同堂 那三代同堂是什么意思啊 像这个来讲是今年 这个一年生的 这个两年生的 那这个三年生的 等于说这一支到现在已经有三年了 这个阿公 这个阿公 这个爸爸妈妈 这小子 这小子 这小子有没有 小子和媳妇 听不懂台语 听不懂台语 这个一年生的 它才会长竹笋 两年生的跟三年生的 几乎啊几乎不会长 偶尔还是会长的 但长得不会很漂亮 这边的栽种方式 我们直接是用友善的方式在工作 第一个我们不用化学肥料 不用农药 都没有 清一色就用有机肥料 那这个草 你看我们都用 你看我们里面有几只割草剂 你看看 里面就有两台割草剂 那我们的肥料 你看 都是清一色 都是有机的肥料 那 那我从这边有没有 我们就从今天 就是这一桶 我们来当市场 那等会儿我们就跟主 好不好 活动除了带领新著名朋友 认识在地文化与美食 也进一步促进文山观光休闲产业发展 将持续办理这场极有意义的活动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